Hello大家好,我是小美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飞机省出现400条毒蛇 差点让整个飞机里的人全都丧命的惊悚影片 故事是这样子的 这一天穷斯误打误撞的目睹了一场凶杀案 他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啊 被警方和黑帮钉上了 每个势力的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穷斯围追堵截 为了保命 穷斯选择跟随调查这起案件的老黑前往洛杉矶出庭作证 这边的罢队弹火得知穷斯即将出庭作证时 就策划了一场特别的刺杀行动 他们在穷斯和老黑乘坐的飞机上放置了大量的毒蛇 并安放了定时炸弹 等到航班起飞 炸弹便会将笼子里的毒蛇炸出来 再加上他们搁置的各种能使毒蛇发光的花朵啊 整架飞机上的乘客都将无一幸免 果然在航班起飞没多久 毒蛇就顺着铁笼钻出来 一队在洗手间里为爱鼓掌的小情侣 成了毒蛇的第一顿晚餐 毒蛇一口咬住了男子的喉咙 直接当场下线 门外的空姐公哨 虽然都听到了剧烈的响声 但以为啊 是小情侣爱得太投入 所以并没有太高在心上 很快大量的毒蛇通过各个出口 往外勇肆意的攻占了整个客舱 还咬断了电线 导致电子设备失灵 飞机开始遥遥荒荒 无法控制 机长本想检查电路 可还没等靠近 就被毒蛇袭击 副机长以为机长是心脏病突发 并未察觉到是毒蛇在作罪 所以只能定期他继续操作飞机 没想到毒蛇意外地打开了空气阀门 大量氧气面罩从顶部掉落 毒蛇也顺着面罩掉了下来 一时间整个飞机里满是毒蛇 这时老黑向空姐建议 立即关上空气阀门 并用电子枪攻击毒蛇 然后第一时间通知了 洛杉矶警方请求支援 在经过和毒蛇的一番斗志动用后 脊舱内部逐渐恢复了瓶颈 幸存下来的乘客聚集到一个地方 开始商导起对策和治疗受伤乘客 此时洛杉矶警方派出了最专业的毒蛇专架和直升机部队 可是在了解了飞机上的称号后 专家表示飞机上的毒蛇毒性很特殊 现有的抗毒血清获起作用 在找到有效的血清之前 他们唯有自救才能有一线生机 说话间飞机高度骤降 空姐联盟到驾驶室查看 却发现副机长也被毒蛇攻击昏迷不醒 老黑只能领回寿命 并想统领过复仇丑联盟 开个飞机还是不在话下的 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副机长苏醒过来 他与老黑合作再一次将飞机恢复运行 此时一条巨蟒爬到了机舱 这条巨蟒的战斗力和之前的毒蛇 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它可以直接缠绕勒死一个成年人 乘客一时间陷入慌乱之中 纷纷四散逃命 他们发现巨蟒是顺着货舱的门爬上来的 于是众人合力将他们封死 这才暂时稳定住了局面 这边警方找到了黑帮购买毒蛇的源头 并获得了有效的抗毒血腥 老黑在得知消息后 决定将飞机的玻璃打破 用强大的气流将毒蛇吸出舱外 并给封闭已久的飞机 置入了新鲜的氧气 可是正当大家以为 一切都快结束的时候 副机长无性毒发身亡 飞机又一次面临无人驾驶 老黑虽然能驾驶飞机 但还是需要一个富士来帮忙 这时一个小胖不自高分涌转了出来 老师自己在游戏里经常开飞机 总之在和老黑的一番配合之后 飞机总算平稳落地 而警方早已在地面等候多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话说这一次飞机 无闹鬼感到舍栽了 在封闭的机舱里 人们总是格外的心生恐惧 如果小伙伴们有关飞机的恐怖影片 请在评论区给小美丽留言吧 小美丽会择优为大家解说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